请听第三种声音 欢迎回到NGO观点的现场 我们继续来请教一下小迪 刚刚我们问到了 是不是要加重对于性侵犯 他们的一个刑罚 包括说又使用一些其他的手段 化学去世或者是强制治疗 为什么你赞成 我刚刚举圈是针对于 就是之后 比方说在执行完毕之后的一些处分 例如说就是保护管束啊 甚至是矫正治疗部分 然后我是不赞成 就是直接加重刑罚 因为我认为就是 这个并没有实质上的帮助 那如果说直接加重刑罚的话 那像比方说像下杀人罪十年以上 很多人听到十年就哇好久 可是并不会造成台湾的 就是在犯率的下降 对 所以我认为说 可能是可以透过一些 之后的狡化治疗 例如什么电子脚疗啊 之类的手段 对也许会造成 就是在犯率的下降 当然就是实行上还有一些 就是可能侵犯人权的问题 是 那亚你怎么说呢 我是觉得说 加重是道不必 我也比较同意就是刚刚就是说 其实应该 要把他们视为已经是一种病人 因为我觉得像从计程车司机 这个案例来看的话 他其实是累犯 而且我讲一句难听一点就是说 连日本人你都敢这样做 对不对 我的意思说这一次媒体会去关注这件事情 其实或多或少是因为他是外籍人士被刑请 那包括女童这些案例 其实你都可以感觉到说 这些人其实不是社会边缘 要不然就是他可能长期有精神上的困扰 所以其实应该不是把他们看成犯罪犯 而是应该有一些方法去改变他们 或者是说看怎么样去让他们有一个比较好的处遇 我的感觉是这样子 那就是说其实我刚刚大家提到那个勾勾勾勾勾勾勾 那个选项说要告诉法官什么 其实我觉得那还缺很多 比如说他还应该要勾 照我们现在这个社会的逻辑 为什么这件事情被关注 就是因为他是日本人 或者说他是女童 对我觉得这个其实也是我们这个社会的一个问题 就是说其实一般的小孩子 我们家长关心的是所有人的权利 而不是说今天因为什么事情 然后大家就特别去关注 我觉得这是有点病态的 是 俊谷你怎么看呢 就是性侵案件如果说我们家重刑法 或是像观众朋友所希望的 就后面的这个强制处遇 其他部分配套做得再更好一点 我是赞成后面这个矫正措施要做好一点 但是这个好像十四几年来都一直都没有改善 您觉得化学去世有没有必要 化学去世是我认为是有这个必要 但是同样你一定要告诉他 因为这是属于人权的一部分 虽然他不像古代的工型直接把它割掉 但是割掉事实上 从以前的历史跟证明事实上是没有用的 因为就算是太监他还是一样有 一样会有信誉 一样会有性的需求 所以就算你把它割掉只是 在制作了一个更变态的人 那我认为说为什么说这个 行后强制治疗这个很重要 但是我们一直多年来都一直都没有做好 他有第一个原因是 法务部他的经费他一直说他不够 他的那个强制治疗的处分的地方 的医疗院所不足 像我了解的就是今年六月份 台中陪德病监 台中监狱他有个陪德医院 他负责一个陪德医院 他现在在陪德医院的旁边 他有一个就是专门治疗 医疗专区 他这医疗专区他就专门治疗性侵犯 他已经服满型之后的这个强制治疗 他病床有多少 十七床 现在三十了 三十 那时候六月的时候说 顶多可以加到二十二床 对 但是问题是 现在有七十八个邀请区 现在还有多少人在排队 还没有盖好 下两百个 所以说这个这个问题 如果没有解决 你再去谈说 把他加重判久一点 后面强制处于再做了 他要去哪里报到如何 我觉得这个都是纸上谈平 我觉得这个补充一点 因为这件事情 应该是卫生署要担起责任 不是只有单单法务部 我们一直全责单位 就是一直都没有划分清楚 本来 而且地方政府也要负起责任 因为他们到一旦到社区的时候 就是地方政府在执行 是 预防我最后请教 如果有官审制度 可以去官 就是参与这个性侵案件的判决 你觉得白美国务运动 应该就可以就是 节省上街头的期数